中国道路导演马俊峰指导的郑和的后代最近来台湾演出 不过郑和不是太监吗 为什么会有后代呢 这个作品借古讽经 探讨人是不是非得自我阉割 牺牲个人的理想才能够获得幸福的生活呢 马俊峰打造了十字舞台 演员跟观众非常近距离的接触 一起游走在郑和的内心世界 观众也思考自己是不是也有难以顿逃的空虚 与哀伤呢 2015两岸小剧场艺术节 中国大陆导演马俊峰的作品《郑和的后代》 全是新加坡剧场之父郭宝坤的经典剧本 描述太监郑和虽然威风统领舰队开拓海洋 却因为去世的齿路 内心备受冲击跟矛盾挣扎的故事 剧中有个非常著名台词叫 为了保住上头的东西 就叫顶带花铃 我要牺牲下头的东西 就是自己的生殖的能力 当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 它是不是新加坡的作品 是不是台北的作品 我首先想到它是关乎人类命运的作品 我们知道现在大家 我们所有的人 在都市中生活的人 其实精神压力也很大 也是在做着失去下面的东西 保留上面东西的这样的事情 工作中 在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用之前的故事 就是一个古代的故事 来隐喻当代的这样的一个诠释的方式 政河的后代象征者 被当代政治权力宰制 但却没有自觉的顺民 人民在政治体制的影响下 必须要抛开个人自由跟理想 自我阉割 接受父权同志 作品具有多元化 因为你知道郭宝坤是新加坡戏剧之府 但这个戏其实不仅是在讲新加坡的故事 它是讲整体华人 甚至是全人类的故事 选择这样一个多元的广义的作品 其实是我和我个人的创作习惯有关系 我喜欢在作品中放入多异性 让观众自己从中寻找 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来解读 这样子 马俊峰打破了近框式的舞台 让演员跟观众近距离接触 用十字舞台的设计概念 显示了郑和跟每个人一样 其实都是有选择权的 演员在舞台上游走 引领着观众进入郑和的内心世界 大陆大家都知道 我是出了名的 不会和活着的编剧合作 因为我总会改编剧的台词 宝坤先生已经去世了 但是我却没有改他的台词 并且一个字都没有改 因为他的台词力量够大 所以我的所有的肢体的动作 都是在他台词的一种基础上 生发出来 马俊峰内化了经典剧本 看救每个人在社会竞争的压迫下 面对自我阉割的毛对于挣扎